張宇仁議員 主席 這個項目因為我沒有坐在PWSC 當然我有黨友坐在這裡 他在PWSC是支持的 我也覺得 任何一個同事支持這個處遇的回收 我是理解的 但整個問題是因為價錢太貴 在我來說 還有我剛才問7200萬做200噸一日 即是等於多少錢一噸 歐先生你有沒有算過 你除非告訴我我計錯東西 大概是1000元一噸 OK 你隨隨吧 你經常處理這個廚餘 如果是200噸一日 365日 即是多少噸 70多萬噸 那你7000多元是否 7200萬 是否1000噸 你也記得我跟你說過 我們會用英文說就說 Tipping Fee 你們喜歡用Gate Fee 這就是我每天和你處理一噸的廚餘 我們需要收你600元 這是我們去年的價錢 你今天給我們的數字是1000元一噸 當然你的投資是15億 所以在我看這些數字 你說得你那些 你是用電 我們不是我們做電 為甚麼有時的同事 未必明白為甚麼 他們說要用我來發電 我們不是我來發電 因為有時你用來發電的錢 正正更貴 即是你不用它來發電 我的策略性拍檔就是煤氣公司 那他們就要那些處理完的廚餘那些氣體 就用來讓煤氣公司融化 所以我們都指定了一塊地 我們需要要是政府的地 其實副局長每個人都知道 我已經跟政務司司長解釋過 我們的計劃 全部都解釋了 環保署就一句 就是說我不相信 還有你做不到 你有本事就給我一些地 看看我做得比你這15億 看看我做得比你這15億 還是你給我做得好 有本事就放馬過來 那些錢還在 你額頭就可以了 副局長 所以看完你的數字 我就擔心一個問題 我希望同事都明白 就是將來這個政府沒有那麼好死 和你去啃 剛才我們有些同事說 會不會香港賭你 你又不用它錢 新界又要它錢 誰說不要死 每個人都會劏 還要它不怕不斷花 因為花完這些錢 將來它就會 好 下一位